嗨,大家好,我是彩虹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水煎班的做法 全程从和面到调馅都详细讲解,保证大家学会 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在300克面粉中加入3克酵母 5克白糖 加入白糖是为了促进发酵 然后用大约37度左右的温水和面 分多次加入160毫升水搅拌成絮状 再加入20克食用油 加入油能使包制皮形成光亮的膜 揉成光滑的面团后盖上保鲜膜 醒发一小时 接着我们来准备肉馅 在300克肉馅中刻入一个鸡蛋 搅拌至肉馅把鸡蛋充分吸收 这样做出来的肉馅会更加滑嫩 然后加入葱花 适量将末调味 再加入四量十三香和白胡椒粉 加入一勺热油炸出香味 然后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两颗盐 顺着一个方向搅拌至肉馅上劲 面团发好后取出揉搓排气 然后把面团搓圆 从中间扣开 把它撑长再搓圆紧 下成20个面剂 每个面剂大约为20克左右 做水煎包不易包得过大 做起来不易熟 这时要把下好的面剂用保鲜膜盖上 以免风干 然后将面剂压扁 擀成直径约为10厘米左右的角质皮 这样做出来的水煎包才够好看 放入馅料 小准链合 包子全部都包好后 盖上保鲜膜 二次醒发10分钟 拿起来轻飘飘即可 油温适成热食下入包子 中小火煎制 煎制底部金黄后 加入水淀粉 淀粉水是由10克淀粉 加入200毫升清水调制而成 水量没过包子的十分之一处即可 然后转大火盖上盖子 焖6-8分钟 水快干死转小火 收干水分即可 最后开盖撒入黑芝麻和葱花 点净一下 美味的水煎包就做好了 薄皮大馅底部金黄酥脆 这样做比普通蒸包好似多了 喜欢的朋友欢迎留言加关注 我们明天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